大家好,这个呢,我呢,和前面几位演讲者不一样,他们都有空做PPT 大家所在这个会场呢,上一场就是我的演讲,所以我实在没空做PPT了 所以呢,我决定空口给大家讲 虽然呢,我是空口的,但是,我相信,我可以让你们记住我 我帮你们家记死了 有五点 原意,原意有五点 第一,我刚才看了一下,分享名单 十二的人里面,只有我一个是来自大陆的 所以,我这是独苗了,同志们,你们要记住我 其次,我来台湾有很多第一次,对吧 我这是第一次来台湾,第一次参加来我们Costca过去 然后,我在来台湾的第一天晚上,我去买了张彩票 我竟然中奖了,还中奖 我来台并哟 好,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说 如果你们记得不得我付重要 你们回去,查一下议程 在上一场,依然是我的 你们可以很容易找到我,咱们离得很近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可能是你们能够看到的 最后一个,以自由行的台湾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在来湾州之前我在干什么 我在西藏,青藏高原,海拔4300米的地方 我喂了86天的牦牛 我这么苦,你们是不是给我一点掌声 我们的闲话说完了 你们为什么要去喂牦牛 工作原因,我就喂了86天牦牛,特别惨 你们程序员吗 对,因为我之前是签诺师工程师 所以,你知道签诺师这种 不像你们写后台啊,或者写前端的 你们可以在办公室坐着 我就要带上西藏去喂牦牛去了 好,那现在我还剩三分钟 接下来开始正题 因为我正对我说,我们如何做好开心项目 那么开心项目这个问题 我只想说三点 第一点是找到你的热爱 因为其实热爱很重要 开心项目从你开始做到你真正能做好 它产生效果需要一个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并不容易 你想如果让一个妹子等你三年 你觉得她等得下去吗 你去当三年别你女朋友跟别人跑了 三年太难等 所以说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你一定要找到热爱 如果这个事情不够热爱 那我觉得你还可以先去找别的事情做 先不要着急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就算你不做 还会有人做 毕竟地球离开了谁一样转 对吧 OK,然后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点就是说 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那我建议大家去做一些 类似于说我们现代的这些工艺的流程 因为其实我自己 做了很多设计 因为我前两天 我去看了一下 我Github的那个项目 我有184个report 各种各样的设计 因为我前面没什么 在做设计 然后什么 今天上班 因为我在深圳嘛 然后我回家需要半个小时 有些时候 一走到路上 发现没得钥匙 算了 走回去 走回办公室拿钥匙 然后发现 我没有公车了 好了 今天晚上在公司睡了 又可以玩Hexon了 然后今天晚上在公司 又做项目 做项目的 OK 我就经常会去做 设计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对于做设计 设计有兴趣 那么我建议你去找 你们公司的 产品经理也好 UI设计好 UX设计也好 你要去找他们学一下 你不需要学得很深 但你要知道一个基本的题目 这样的话 你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 你可以做基本的设计 这样不至于让你自己 做的项目 烂得要死 因为我自己曾经做过 非常多烂的要死的项目 每隔一个月 我可能都可以重构一点 因为发现自己 一个月前做的东西 实在是太少了 然后最后呢 一个点呢 是我想说 就是大家善用工具 因为其实工具这个点呢 是我们作为开源的人的话 我们所能够用好的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 我们大陆过来 是一个讲师堂嘛 所以我们大家平时会聊 说 OK 有人在分享DevOps 我说 OK 那其实可能我们 开源的人没有必要分享DevOps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DevOps高手 因为没办法 没有人给我派运维 对啊 我只能自己DevOps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可以去试 去建议一些工具 比如说 我自己常用的像Trivel CIS CIRC 这些 CIR工具 以及一些Digloid的工具 比如说像NetLeave GitHub Pays 记住这些工具 来帮助你们 去完成这样的一些开源项目 那么这个东西 它就会对你去 让你能够 以很快的速度 去完成你的项目 比如说 如果你们翻译一下的话 你们会看到 我今天中午 还有一个议程 那么那个议程呢 是 你们可能会在那个 Trivel上也看到 叫一个PornHub项目 一个PornHub周边项目的 诞生与成长 对 那个项目呢 我大概用了 一晚上一天做完了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用好工具 这样你才可以在一晚上 搞定一个Set of Percept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